各位在线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呢 有机会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分享 我想分享在最近这几个月 生命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 以至我内心当中的一些的波动 即至上帝怎么样带领我 能够走出一个生命的一个盲点 一个困区 我记得大概在三个礼拜之前 阿富汗的事情呢 突然之间爆发的时候呢 那一段时间呢 我就有落入到一个情绪的 一个盲点的里边 因为阿富汗这个国家呢 我们在过去很多年以前 我们曾经有拆遣过宣教士 去到那个国家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 对这个国家有一些的了解 这个国家曾经呢 在二十年之前 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落入到 全世界最危险的恐怖分子 在管理治理这个国家 直到美国的911事件过后呢 这个国家在一夜之间呢 他们竟然能够翻转 因为当美国人 帮助这个国家 驻军进入到这个国家 重新帮助这个国家 重建他们的政府的时候呢 他们一夜之间成为整个世界 也可以说在穆斯林的世界里边 是一个最自由的 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你知道当美国人进去的时候 全世界不同的一些教会 一些宗派 一些宣教的机构呢 就陆陆续续进到这个国家 所以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边 这个国家呢 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由 一个非常复兴的 一个基督教 一个氛围的 一个穆斯林的世界 你想象一下 二十年的时间 足足能够把一代人的思想 把它能够转变过来 可是突然之间 一夜之间啊 这个国家竟然翻天了 你想一下 这二十年的时间 人们已经习惯了 那种自由的氛围 可是一夜之间 让他们重新回到 被全世界最恐怖的 这些恐怖分子 来掌握 掌控这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你知道 在几个礼拜以前 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一直在关注这一些的事情 当我看到这一些的报道 那你知道说 整个报道 都是非常负面的 那甚至很多人 写这些报道的时候 当我们看的时候 内心的那种的 那种的愤怒 那种情绪的波动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晚上 当我在看到 这一系列的报道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 我自己坐在那里哭 我竟然坐在那边 我看到这个报道 我坐在那边哭 我哭完之后 我就问神 我说神啊 奇怪哦 这个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 一个世界 我为什么情绪会有 那么大的一个波动 后来上帝透过这个事件 让我看到 原来在我们的服事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有许多的伤害 这些的伤害 似乎是一些的背叛 很多人曾经跟你立约 美国人说 我们帮助你 可是突然之间 这些的誓言 这些的约定 这些曾经要帮助你说 怎么样要建设的 更加美好的一些承诺 一夜之间 因为人的私信 因为人的背叛 你发现那一种的 那一种的情绪的触碰 并不是因为 我是阿富汗人 不是的 是因为同样的 一种事态 以至你内心当中的 那种伤害 就浮现出来 我一路以为 我是一个非常刚强的男人 我一路以为 以为我可以为上帝 付出很多 甚至是可以打不死的 可是我竟然发现 我内心当中 是这样的脆弱 甚至有许多的伤害的根 还在我生命的深处 所以当我 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我说主啊 我不应该有愤怒 我不应该有那种 失望甚至绝望 看不到希望 所以那天晚上 我想我的心情是糟糕透 我带着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心态 我感觉到 我的侍奉 就似乎 像那些活在阿富汗的 那些牧者 那些基督徒 那些绝望的人一样 但是上帝知道 我想每一个事件 是因为上帝 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 那些问题 把它震出来 把它显露出来 以致神 要向我们彰显祂的主权 所以 当那天早上凌晨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你知道 我整个内心 当你的情绪 在一个很悲伤的 一个氛围 那种情绪点的时候 你的灵 你的魂 以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魂里面 你整个思想 你的梦间 也都是非常消极的 我非常感恩是 因为第二天早上 凌晨的时候 天还没有亮 突然之间 有个声音告诉我说 至高的神 在人的国中掌权 这句话 把我整个人 从梦里面振行过来 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脸上还有泪水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 做了什么梦 因为我是在一个非常 失落一个 绝望的环境当中 睡着 可是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脸上充满了泪水 可是当我脑海里面 充满神话语的时候 我立刻起来 我把这段圣经打开 我找到这段经文 我把整章经文读完之后 因为那天晚上 我有一场聚会 我要讲道 我其实已经预备了 我的奖章 但那天早上 当我领受到 这一个启示的时候 我临时把我那篇奖章 把它改变 我把最近这几个月当中 所发生的三件事情 我把它连贯在一起 就是今天早上 要跟弟兄姊妹 分享的这一篇信息 这其实是我自己的 一个心路历程 我想我要跟弟兄姊妹 彼此的一个勉励 这就是这篇奖章的由来 所以今天早上 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段主题经文 就是今天早上 我要分享的 这篇信息的主题经文 在但一里书第五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先来读神的话语 圣经说 王啊 至高的神 曾将国位大权荣耀 威严赐予你父 你不加你杀 因神赐他的大权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都在他面前 占尽恐惧 他可以随意生杀 随意生将 但他心高气傲 灵也刚复 甚至行事狂傲 就被隔去王位 夺去荣耀 他被赶出 离开世人 他的心便如寿星 与野驴同居 吃草如牛 生被添入地狮 等他知道 至高的神 在人的国中掌权 凭自己的意志 立人治国 这段经文 就是那天早上 上帝对我讲的话 当我重新把这段经文 找到的时候 我就看到 多么伟大的 尼布加里萨王 曾经成为世界的霸主 你知道他的一生 成就了多么伟大的丰功伟业 可是最终他的结局呢 疯疯癫癫 如果按照今天的话来讲 他应该是出现了 人格分裂症 你知道这么伟大的一个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 是因为上帝把他赶出去 一切掌权的不是他 他可以随意生杀 随意生将 但最终掌权的 却是上帝 所以这段圣经是讲到 尼布加里萨王的儿子 叫做伯萨萨 有一天当他接续王位 他的父亲已经出世了 当他接续王位的时候 他把从耶路撒冷圣殿 所掳掠过来的 这些精器 银器拿来 当他们用这些精器 银器喝酒 当他们去作乐 寻欢 可是他们的口中 却诉说外邦这些偶像 去荣耀赞美 这些不应该赞美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指头就显现在 在墙壁上写字 直到这个王被吓到一个地步 圣经说他就扑倒在地 两只脚失去的力气 如果用今天话来讲 可能就吓到瘫痪 那么最终没有办法解释 这个文字 后来找到了但以理 但以理就把这一段的 这个墙壁上的文字 就解释给这个王听 当他解释的时候呢 这一段是他解释的时候 所说的一段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至高的神 在人的国中掌权 至高的神 在人的国中掌权 或许这一段时间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整整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全世界笼罩在这个疫情 这么悲伤的一些事情 所以最近 当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 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 前几天有一个牧师 打电话给我说 岳慕你还好吗 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还好吗 他说不好 很糟糕啊 我们这里很严重啊 我在想我们这里也很严重啊 但是我没有跟他讲 我说你那边有多严重 他说你知道吗 师父啊 整个这个病毒已经不认人了 我说什么叫病毒不认人啊 以前我们觉得基督徒还能幸免于 那我们祷告 耶稣保血捷径 捷径很有信心啊 很有盼望啊 可是现在啊 这个病毒不认人了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你知道吗 我们有很多的牧师 现在都在那个抢救室里边 要抢那个氧气 哇 很绝望 很多牧师啊 很多牧师 很多的好朋友 都感染进到那个急救室里边 我想我想当越来越多的负面的消息 越来越多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弟兄姊妹 魔鬼撒旦尝试要把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盼望夺走 魔鬼撒旦尝试要借着这些事情 扼杀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盼望 以致让你活在地上 越来越消沉 越来越消极 可是你不要忘记 真正掌权的是上帝 至高的神在掌权 其实路德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子到永远 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现状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神在这个世界的一些计划 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 托付使命异乡 生存多么的艰难 越来越糟糕 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为了能够活下来而努力 而奔波 真正背后掌权的是谁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 不要失望 至高的神在掌权 他掌权在全地 他不是只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掌权 他不是只是在那一些比较爱主比较属灵的人生命当中掌权 他不是在那一些比较奉献真的很敬虔很爱主天天 祷告敬拜24个小时跟神连接在一起的人 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 给他恩典 不 神在全地掌权 哪怕整个世界已经到了最坏的一些 一个地步 哪怕这个事态已经到了最严重的时候 最坏的事态当中 神仍然在掌权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我们在网络上 网络上有一个灵修 当我们灵修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说全世界的这个圣经学者 就是历史以来 教会历史以来的圣经学者 原来大家呢 在传统当中大家公认的 从1948年开始 也就是说 1948年是什么呢 是犹太人复国的时候 1948年犹太人复国 也就是说从1948年开始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什么 末世的倒计时 我们今天常常用到末世两个字 末世末世 可是你知道圣经学者在解释到说 末世是 末世就是指从1948年开始 就是末世 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末世 已经几十年了 你知道吗 所以圣经这个学者在解释到说 从1948年开始 人类历史就进入到了末世的倒计时 而圣经教导我们该从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就是预表犹太人复国 我们要在无花果树学比喻 当犹太人复国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就是代表说 进入到末世了 耶稣快要再来 我们一路以来都是这样被教导的 对不对 圣经一路以来 我们进入什么查经班 什么学习 甚至包括很多神学院里边 他的课程就是这样去教导我们的 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说 在末世的 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被比喻成为 挪亚的世代 或者罗德的世代 我们被教导说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边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 糟糕透了 政治的层面 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国家 开始国要攻打国 过去是盟友 过去立了很好的约 最后全部推翻 种族开始分裂 民要攻打民 社会上边 你会看到说 经济的萧条 带来的饥荒 自然界有很多的瘟疫 生活开始被地震 信仰的层面 人要被 被人恨恶 被人 这个被杀 对吧 社会的层面 很多步伐的事增加 这个就是 关复到耶稣基督 再来之前的一些圣经的教导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一系列的教导 让我们带来一个 非常绝望的一个心态 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教导 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啊 只是灾难的一个起头而已 我们一路以来被教导 都是这样被教导的 这一切事情发生 而只是一个起头而已 连那最聪明的五个童女 也睡着了 什么意思 2020年 这个1月份 当全世界开始爆发 这个疫情的时候 从中国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哇 要警醒 要警醒 2020年警醒了一年 到了2021年 没完没了 一个病毒还没有结束 一个新的又来 已经警醒不了了 哪怕最警醒的眼皮 也开始要大顿了 能够撑多久 撑不住了 你发现内心当中的刚强 已经被这五 没完没了的绝望灰心 消极已经消耗磨尽了 连那最聪明的五个童女 也睡着了 人的盼望 人的信心开始被磨平了 信心失落 你本来对主很有盼望的 你相信基督徒一定会被上帝保守 脱离这个灾难 你相信 你相信一定有神的恩典的 可是今天这个盼望 越来越消沉 亲爱的弟兄姊妹 等待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发生 真的是很绝望很绝望 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 还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为什么整个世代 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最严重的时刻 是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前 发生在这一个世代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 不公平 为什么在过去的世代 他们没有遭遇这样的环境 为什么我们正好在这个世代当中 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难道我们是一群被上帝 特别呼召出来 要代替整个人类历史的过错 去承担神审判的一代人吗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要活在这么绝望 全世界从来没有世界性的 对吗 难道我们是这样的一代人吗 你又想起圣经的话说 当基督再来之前 怀孕的有祸了 奶孩子的有祸了 逃难的有祸了 行路的有祸了 这一系列的祸事 难道我们这一代的人 就是要承担这些糟糕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告诉你 答案是错的 不 这是仇敌撒旦的谎言 仇敌尝试要夺走我们的盼望 你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承担了所有的审判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承担了人类历史当中 因为罪所犯的所有的过错 耶稣已经承担了 不需要你再承担 不需要你再承担 没有任何的世代 能够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 更加的有荣耀 弟兄姊妹 这是撒旦的一个谎言 你一定要知道 任何的真理 它都有 就像一个硬币 它是有两面型的 你不要只是看到负面的一面 你不要忘记 还有正面的一面呢 它的反面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基督升天的时候 天必留他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基督才会来到 你就告诉我们说 基督来到的时候是万物复兴 什么是万物复兴 万物复兴不单单是指 人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都要经历一个极大的复兴 从来没有一个世代 能够比现在我们所处的世代 更加的复兴 因为我们将要亲眼的看见 我们要见证 教会如何要将福音传遍地极 我们要看到 基督的心腹教会 要成为最圣洁 最荣耀 最完全 最得胜 最可爱的心腹 成为最美最美的信仰 迎接那荣耀的基督的来临 这是这一个世代 可是魔鬼撒旦 尝试要夺走我们的盼望 要扼杀我们的希望 所以让我们学习如何将焦点 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说神的国是看不见的 但是却有看得见的权柄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 有一节经文 圣经说 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很多人因为这节经文 可能有一些的误解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世界就等 等哪一天 等哪一天 我们去世了之后 我们就进入神的国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并不代表他不在这世界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并不代表神的国不在这世界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前段时间 同工灵修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本书 天国生活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它中间有一段的话 是这样讲的 所以无论这位王 在哪里治理 那里就是神的国 所以只要耶稣在 生命的破碎问题上 彰显他的主权 并带下改变 那么神的国 就在那里显明了 因为当这些问题 已经因着神的救恩临到 而被翻转时 即代表神的国 此刻就显明了 神的国是我们 看不见的世界 但是他却能带来实际的改变 一旦看不见的神 神的国彰显出来的时候 百姓就能立刻得到 医治与释放 当神行神迹其事 他就是在 让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在他治理之下 也就是神国将领 所带出来的国效 弟兄姊妹 我说神的国是看不见的 但是神的权柄却看得见 在什么事情上边 你看到神迹其事的发生 在什么事情上边 你看到神的恩典 在什么事情上边 你有看到转变 你知道那个时候 就是神在那个地方掌权 罗马书第14章17节 圣经说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当神的国掌权 当神的国降临 当神的国领导你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 让你的生活条件更好一点 让你吃得好 让你喝得好 当然 你经历到神的国 你会经历到一些根本的改变 但是最终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你吃喝而已 乃是要带来什么 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公义是什么 公义是立法的根本 和平是治国的根本 喜乐是生命的根本 什么意思 就是当神的国降临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要看到改变 什么改变 公义 是带来整个世代的改变 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 需要公义 整个国家被改变 是因为有和平 整个人的生命被改变 是因为我们每天 充满了盼望跟喜乐 阿们 所以你发现说 当你的生命经历神迹启示 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改变的时候 那就是代表 神的国在你的生命当中 代表神的国在你的家中 代表神的国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们常常感受到说 为什么当我们基督徒存在的时候 许多的时候有神的恩典 没有错 可是许多的时候却有许多属灵的征战 为什么许多时候你发现 属灵的征战跟神的恩典会并存 刚才牧师在报告的时候讲到说 无论你现在感觉到你的路有多难 神要为你开更多的门 我过去服侍主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挣扎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当我开始 有一些特会要开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开一些特会 突然之间属灵征战就来了 我要开始做一些 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征战就来了 这些征战有很多的搅扰 会让你分心 会让你的情绪被波动 弟兄姊妹 你发现很多的时候 让你很苦恼 如果是因为我走错了 那么有很多的属灵征战 是代表神的惩罚 或者神的管教 可是你发现在属灵征战的里边 又有神的恩典 所以有神的恩典 就是代表对啊 这个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印证 可是神给你的印证 又有很多的属灵征战 所以你就觉得说 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说错 又有神的恩典 你说对 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属灵征战 这个时候你觉得很苦恼说 我到底走对了吗 我到底做对了吗 我还是错了 我需要悔改 弟兄姊妹 原来当属灵的征战 跟神迹其事 就是跟神的恩典并存的时候 并不是代表你不够圣洁 你说我要更多的认罪 更多的悔改 主啊 我要圣洁 我哪里做错了 我们过去以为就是 我们不够圣洁 我们属灵的层次不够高 我们怎样努力提高 自己属灵的层次 所以以至这个属灵的征战 就会退去 我们就天年跟魔鬼打 从小鬼打到大鬼 对不对 跟小鬼打 打完打中鬼 打完中鬼打大鬼 就说我要一直要 让自己很圣洁 很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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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够驾驭这个环境 错了 原来 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 就是代表神的国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 就是代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 因为这位天国的君王 他在哪里掌权治理 就是代表那里就是神的国 所以当你生命中有恩典的时候 就代表神的国在你的身上 可是当你生命当中有许多属灵征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灰心 不要沮丧 这些属灵的征战 就是想要尝试 磨灭你对神的关注点 让你去找 找谁 你不是找耶稣去找鬼 我到底哪里错了 我到底哪里有罪 我到底哪里有亏欠 我到底这里那里做错了 我开始找很多的原因 以致你的焦点 从耶稣的身上 转到人的行为 转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今天要聚焦在耶稣的身上 让我们知道说 让我们不断地敬拜神 仰望神 跟神建立关系 转向神的时候 以致神的国会越来越浓烈 神的国会越来越强 神的国会越来越多 神的同在要更多的降临在你的身上 而这些属灵的征战 事实上就是一个属灵的震动 这些震动 就是要把你过去的价值观 你的认为 把你觉得是对的 你生命当中的生命观 要把它震掉 把它一切不属于神国度的 不是跟神国度对齐的 不是连接于神国度的 那些个人的动机 个人的野心 个人里边的价值观 要把它震出来 以致当神的恩典降临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要掌权在你的生命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世代是被震动的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圣经告诉我们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 讲到两个震动 哪两个震动 圣经说当时 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那个震动地是指什么 是指摩西的时代 摩西的时代 在旧约摩西的时代 以色列人到了 这个加底市的旷野 他们到了西南山的山脚下 上帝对摩西说 你上到山顶上 我要跟你面对面的跟你讲话 问你知道 没有人能够有那样的一个荣幸 上帝站在摩西面前 你知道当上帝 显现在那座山上的时候 当上帝降临在那座山上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地大震动 摩西在山上很喜乐 哇 上帝啊 太好了 你好 我好 我们都好 可是在山下的百姓 吓到半世 为什么地大震动啊 完蛋了地震了 我们要死了 圣经说他们发的 吓得发颤了 整个人发抖啊 整个人吓得发抖 原来这个地震不是不好的 这个地震是因为神的同在 地才会震动 神如果没有来到 这个地没有震动 当神来到的时候 地就开始震动 圣经说当时 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可是今天啊 圣经告诉我们 但如今他允许说 再一次 我不单要震动地 连天都要被震动 今天这个世代 天已经被震动 摩西那个世代 这是地被震动 可是今天这个世代 天地都已经被震动了 今天这个世代 连天都要被震动 为什么 因为让你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都要挪去时 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这是神的目的 神震动地 在今天这个时代 神震动天地 是要让你知道 这一切 不是出于神国度的 都要被震动 是神的国被显明出来 神的震动 就是要显明啊 永不震动的国度 就是神的国 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 是否建立在神国度的根基上 我们的家庭 是否建立在神国度的根基上 我们的婚姻 是否建立在神国度的根基上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事工 是否建立在神国度的根基上 如果我们不是建立在神国度的根基上 今天我们要被震动 这是上帝说的 要被震动 神震动天地 就是要显明 那一切不是建立在神国度的根基上 除此之外 你会发现 这个震动 它不是惩罚 也不是审判 是因为神的同在 神更多的同在 在这末后的世代 神要加快他的速度 神要加快他工作的速度 神要更多的彰显 他自己给我们 所以你发现 连天都要被震动 我要讲第三个震动是什么 不但天地被震动 连万国都要被震动 旧约的哈盖书 第二章六到第七节 哈盖发了一个预言 哈盖是个先知 他发了一个预言 说万君之夜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哇 这个震动更厉害 旧约的时代 只是犹太人的地被震动 就是西乃山一座山被震动 今天只是天地被震动 你的天被震动 你的价值观 你过去认为 这个有把握的 认为没有问题的被震动 对吗 可是哈盖怎么说 他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不但如此 而且我必震动万国 请问今天万国有没有被震动 已经被震动了 万国被震动的目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币都运来 或者会翻译成说 万国所羡慕的 必来到 万国所羡慕的是谁 是耶稣 万国的珍宝币 来到我必死 这地人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夜华说的 哈盖的时代 这个预言没有应验 这个预言一直等到 今天才预言 哈盖所发的这个预言 直到今天才应验 这个世界被震动 连万国都被震动 万国被震动 为要是什么的 为要是 万国所羡慕的耶稣基督 如果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你知道 万国的珍宝 都要运来这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震动万国 就是要显明神的国度 就是要显明 让耶稣基督掌权在这一切 让我们懂得 让我们的心转向耶稣 我们的焦点转向耶稣 我们的事工转向耶稣 我们要敬拜他 我们要尊重他 知道耶稣来到的时候 万国的珍宝 要运来这个地方 神的电 神的电 神的计划 神的事工 神的国度 祂的荣耀要大过先前 这是神的心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被撒旦 偷走了我们的盼望 不要被这个震动过后的混乱 偷去了 你生命当中的这个希望 你必须要看见神的心意 你要看见神的计划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要讲的第二个经历 我刚才讲到我有三个经历 以至有这篇的奖章 第一个经历我讲过 第二个经历 有一个企业家打一个电话给我说 牧师你能够为我祷告吗 其实我自己的心中 我在想 我需要祷告才对 我很绝望 我已经分在家里 分了一年多了 我都快要分掉了 太太很开心 说结婚那么多年 老公从来没有那么久在家里 跟孩子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 我这个男人 是跑在外面能够像男人 在家里不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 然后每天 早上一大早要临休 晚上有时候要讲道 白天要备课 就这样过了 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这个企业家问我说 牧师你能为我祷告吗 我说你发生什么事 他就把他的故事告诉我 我一听 哇 你比我更惨 好吧 好吧 我为你祷告吧 我就祷告 我说领受 我说主啊 我要怎么去帮助这个人呢 他真的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很不容易 当我祷告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上帝给了我一段经文 我真的觉得很莫名情 我告诉你这段经文 我接下来就讲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真的 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这段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 它本来在圣经里面是不起眼的 突然之间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中 我有了这段经文之后 可是我解释不出来 因为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很陌生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必须要查考 我做了一些功课 我开始研究这段经文 当我一研究的时候 哇 我发现新大陆 我们过去竟然很负劣 这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经文 圣经在哪里呢 《猎王记》上第九章26到28节 我们一起把神的话语把它读一遍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猎王记》上第九章26到28节 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 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 西兰差遣他的仆人 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 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 他们导了额飞 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好了就这么一段 有多少人熟悉这段经文的 有多少我看不见你 但是我坦白告诉你我不熟悉 我就算过去读这段经文 我一定也是把它当历史 就随便读过去 可是当我去研究这段经文 因为当我要为这个肢体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这段经文 我要解释得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去做一些研究 可是我一研究我发现 我们竟然忽略了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的原则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所罗门呢 他建造圣殿和自己的王宫 那么解经家有两种解释 一个 这段经文这个故事发生在 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 有些人说 是在建造圣殿之后 那么我个人认为 不要管他前还是后 他是建造一半的时候发生的 那就最好了 折中 为什么我要讲折中呢 我并不是乱乱来丢骰子一样 大小随便乱丢 不 因为等一下会讲到 他得到了一批木头 把这批木头做成圣殿的那个栏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是 建造圣殿到了一半 才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你知道以色列呢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以色列这个国家 经过扫罗时代 跟大魏时代的征战 其实他的国库呢 并不是很有钱 然后现在到了所罗门时代 开始要建造圣殿 你知道那个圣殿的宏伟 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是一个小国家来的 你要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圣殿 哪怕你再有钱 因为你国家小 你人口少 你资源有限 已经用尽了整个国家的资源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事工 OK 我们说现在在疫情当中 我们有 是不是已经用尽了资源 对不对 你的存款 还能够撑多久 还能够撑多久 前两天我儿子对我说 爸爸再过三年 我看啊 大家都没东西吃了 说不要再过三年了 很多人已经没有东西吃 白旗都已经挂起来了 对不对 我们说建造圣殿 这个事工虽然来自上帝 但是没有钱你怎么建造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所罗门竟然找到一个地方 圣经说所罗门在以东地的红海边 靠近以路 以路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曾经乌西亚王带来整个以色列复兴的时候 讲到说乌西亚收回了以路 就这么一句话 我在想以路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跟复兴有关 你明白吗 所罗门在以路旁边有个地方叫 以寻加别制造船只 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不需要用到什么船只的吗 有船也是小船 为什么 它的地那个那个什么加利利海 叫做海 其实也就是一个什么 名字叫海 它其实根本就不配称作海 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湖 它是一个淡水的一个湖 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不需要有什么 什么强大的泛海的那种航海 航海的那种 因为根本它就是内陆 它不需要有这个 可是所罗门竟然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件事情 它制造船只啊 它在红海旁边 它开拓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 对他们的国家国情来讲 跟这个国情是无关的 你怎么会在那样的一个国情里面做一个 完全不一样 我们叫做跨界 这个叫做跨界 隔行如隔山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生意呢 哪里知道呢 你看上帝就兴起有人帮助他 这个人叫西兰 西兰就帮助所罗门 然后所罗门就到了俄非这个地方 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的金子 运到耶路撒冷 这是第一桶金子 这是第一桶金子 你知道这个生意在整个圣经当中 只有所罗门成功 后来有人要效法 为什么 所罗门做这个生意成功了 我也想效法 弟兄姊妹你知道 华人做生意就是这样吗 隔壁家的卖什么好卖 赚钱 三更半夜 半夜都要去进货 第二天的整条街都是卖这个货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好赚啊 可是你如果有一个生意 别人模仿不了的 你知道在圣经里边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王 叫约沙法 约沙法曾经想要模仿 这个所罗门 最后成功了吗 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他找了这个亚哈谢 做他的合伙人 圣经说船还没造好 就失败了 有先知为他发预言 说你失败了 可是所罗门的合伙人是谁 是西兰 他既然成功 我们说这个生意 只有所罗门能够成功 弟兄姊妹 我讲的第三个故事是什么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打一个电话给我 她是一个企业家 我曾经帮助她的 就是这个人 我在服事的时候遇见她 我们过去处理她生命中的伤害 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非常 这个 有这个胆量的一个企业家 她是一个女人 可是你知道她生意做得多大吗 她 她的生意做到一个地步 就是整个市场当中 她的这个生意每年 是做到第一的 很有 讲话很有魄力 做事很果断的 那样的一个女性 她是一个企业家 今年 这个六十多岁 但是整个家族企业 整个家庭 还是她自己说了算 去年三月份 打一个电话给我 跟我讲 牧师啊 惨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你知道吗 我 我在市场里边 排行第一的 我三天才出一间货 你知道我过去 一天是出几千件货 现在三天出一件货 我三天出的一件货 连我还工人的薪水都不够 先不要讲什么租金啊 那个场地 怎么活啊 牧师怎么活 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做生意几十年 搞不好现在一年下来 倾家荡产了 什么都没了 那我能做什么呢 我想我是牧师 我唯一的就是 安慰她给她希望 感谢主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上帝一定会给你开路 上帝给我开路 现在大家都没饭吃 怎么开路 对不对 整个市场已经死了 大家所有做生意的 很多人已经转行 然后他对我说 牧师你为我祷告一下 我是要回老家吗 回去温州吗 还是我要转行吗 我要做什么 牧师你给我祷告一下 这个就让我为难了 我为你祷告 你要做什么 这个好难哦 这个好难哦 我说我为你祷告 尽量吧 如果上帝有话对我讲 我就再对你讲了 我真的有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隔了几天打一个电话给我 牧师啊 我报告一个消息给你听啊 不知道是不是机会啊 他说突然有个老板 跑来找我 问我说你要不要转行 因为他现场是做批发生意的 做到很大 卖去全世界这样 然后呢 有个老板跑来找他说 想要跟他一起成立一间公司 做网络上面的电商 做电商 找很多网红 就是卖货那种 然后他打个电 他打电话给我说 牧师安 你觉得我要做吗 我说 他说我六十多岁了 我还要做这个 我怎么做 我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啊 我就问他说 你分析给我听一下 首先第一个 除了这条路可走的话 还有路走吗 他说没有了 只有这一条路对吧 要么就是关门 回老家 养老 要么就是做这个 那我就问他说 你做这个 你投资需要多少钱 你需要投资多少钱 而这笔钱投资出去的话 假如亏了 你养老的钱还有吗 我就帮他分析啊 我大概跟他 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分析完了之后 我就对他说 可以做 可是讲完之后 我心里又很害怕 可以做亏了 怎么办 你做牧师乱乱讲 最后找你算账 我可没有钱陪他 听没有 然后他就问我说 牧师啊 这是来自你个人理性的东西 还是上帝的启示 我说 这个是理性的分析 牧师 我要的不是理性的分析 我自己理性也很强 我也会分析 我在想 对有人家做生意 做了一辈子的 还需要你一个做牧师的 告诉他 能不能做吗 商机在他眼前 他比我掌握得更好 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为你祷告 三天之后 我打个电话 告诉他 我很确定地告诉他 说可以做 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 他说牧师啊 你说真的 我说真的 亏了你不要找我就行了 你找上帝 他说牧师啊 不瞒你说 其实我昨天 已经大意这个老板 一起合伙做 所以第一间公司就成立了 从去年的三月份 着手要做 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前 今年呢 大概一个多月之前 大概是在 七月末这样子 八月 七月末 有一天早上 我们同工开会 他突然之间就联络我 牧师我想跟你讲话 我说对不起啊 我在开会 你可以用文字 他在文字里面告诉我 我说牧师 三月份开始起步吗 设立公司等等 正式运营 十一个月 我所有投资的成本 都赚回来了 哦 因为同工开会 我不能 我说我 我吃点联络你 我大概隔了三天 才想起这个事情 我打电话回去 告诉他 我说你 发生什么事 你告诉我 他说去年你说 可以做 我就做了吗 我就做了 十一个月的时间 所有的成本 都回过来了 我其实我都不知道 他做什么 我就问他说 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牧师啊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进到 那个一个的 平台里边 我们在整个平台里边 排行第四 我现在手上 拿着九个品牌 那个时候 他告诉我九个品牌 最差的一个品牌 一天卖出 九十万块钱的货 最好的品 最好的一个品牌 一天卖出三百多万 不是贱 是钱 我以为是那种 投资三万五万 开一个那种 然后像我讲到 哪一个视频 弟兄姊妹平安 牧师啊 声音不好 网络不好 不是牧师声音不好 我以为是搞这种 他告诉我 一个品牌 一天最差的 一天卖到九十万了 他说那个品牌的老总 给我们一个挑战 让我们签一张单 今年一年 让我们签一张单 十个亿 他说我们觉得 没有信心不敢 两亿三亿 还可以玩一玩 两亿三亿 叫做玩一玩 我想六十多岁哦 你玩得很大 他告诉我 牧师啊 去年跟你通完电话之后 我心在想 他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都已经长大了 他们有自己的事业 我整个家 也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在想 我人生还有什么事情 还没有做 唯一为上帝做的太少 所以我跟你通完电话之后 我就跟神立了一个约 神啊人生 接下来的岁月 我不管还可以活多久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生意 我要为你而做 我说你真的这样祷告了 真的这样祷告了 我说感谢主 上帝祝福你 他说牧师啊感谢主 我现在每个月呢 就等于进来的钱 就都是 都是分红 他说我生命当中 有几个事工 是我很 很 很关心的 你的事工是其中一个 我说 谢谢你啊 我心里在想 你还算有良心啊 你为我祷告之后还会找我 很多人 牧师为我祷告 亏了就骂你没恩高 乱乱发欲言 赚了之后 牧师拜拜 这个是我靠自己本事赚来的 今天早上我要跟你讲 所罗门的故事 这是一个跨行 跨的很大的一个故事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 你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 这是一个新的航线 是一个新的事业 是一个跨界的生意 弟兄姊妹 如果你跟神的国度 连接 你知道天地万国要被震动 万国的财宝要进来 以路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地方之一 以路是一个有能力的意思 以寻加别是什么 所罗门在一路 有一个有能力的地方的隔壁 以寻加别 叫做巨人的脊背 我们一直讲到说 伟人的肩膀 巨人的脊背 这是多么有恩宠 有能力 有神同在的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制造船只 上帝差遣西兰过来帮助他 西兰是谁 是推罗的王 这个王 推罗你知道是一个海边 一个国家 他拥有了很强的一个航海的技术 上帝让这个王 过来帮助所罗门 而且这个人是不贪财的 第一次 一共得了450蛇克的金子 西兰只拿了30 420归所罗门 这是一个非常可靠 用西兰两个字的意思 是高尚的意思 他的品格是高尚的 自由生的意思 上帝会把对的人 带进你的生命 上帝会把对的资源给你 上帝会为你开对的门 阿们 你知道俄飞在哪里 他们就航海去俄飞 所罗门 去到俄飞得了这么多银子 金子 对不起 俄飞两个字 你达进圣经的那个搜索 你知道整本圣经里边 记载最纯的金子 是来自俄飞 俄飞是出金金的 出纯金的 可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地方 竟然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很多人说在非洲 很多人说在印度 很多人说在中东阿拉伯的另外一个什么国家 一直到今天 没有一个人知道俄飞在哪里 圣经很多次记载这个地方 竟然没人知道它在哪里 我告诉你在哪里 在神那里 财富不是在这个地方赚 那个地方赚 你不是做这个生意能赚 那个生意不能赚 上帝给你财富 阿们 上帝给你财富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而非是出什么金金 还有宝石 还有檀香木 这些让你流口水的 圣经说 所罗门第一次就得了多少金子 420他连得 420他连得是什么概念 启示录的圣经告诉我们 一他连得大概90斤 45公斤 圣经的计算大概 一他连得是30到50公斤之间 大概45公斤 420他连得的金子是多少 20吨啊 什么概念 你买金子怎么买 你买金子按课 多少钱一课 对不对 所罗门说我按吨啊 第一桶的金子就赚了 20吨啊 什么概念啊 一吨啊 一吨1000公斤 20吨 2万公斤的金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但如此 而且过后 每三年一次去而飞 每三年一次去而飞 这就是所罗门的王国 富可敌国 神把列国的财富 万国的珍宝 运到那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疫情 让大家觉得 真的是很艰难 而且越来越艰难 不管你的内心当中 有多少情绪的波动 或者你内心当中 遭受多少的打击 你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事情 已经发生改变了 很多的根基被震动 地被震动 天也被震动 你的计划被震动 你的产业被震动 你的家庭被震动 你的婚姻被震动 你的生意被震动 甚至是你内心的情绪 被震动 哪怕是你的健康 被震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忘记 至高的神在掌权 至高的神在掌权 我们的神在掌权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计划 神在全地 有一个计划 神在这个世代 有一个计划 这是一个复兴的世代 是一个荣耀的世代 全地要经历 万物的复兴 神要在这个世代 对教会说话 神要在这个世代 使用你 祝福你 成为列国的祝福 今天早上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的绝望 有一些的灰心 像牧师刚才报告 告诉我们的 你觉得你的路难走 很难很难 活不下去 很多的艰难 不要怕 不要失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